戴笠149 响录飞飞博奖 两个人沉默了片刻 蒋介石说 你先说说如何暗杀戴笠 陈果夫骚了头 这个 呃 这个 他还不曾认真去想 因为他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如此快地答应 陈果夫知误半天说 当然是派我们CCC的干部去杀了 蒋介石失望的叹息说 哎 你们CCC有几个拿得出手的 天下的行动高手杀人魔头 全被戴笠搜到军统去了 陈果夫骚了头 不好意思的谈派 哎 我们也没具体研究 回去和利夫 蒋介石瞪大眼睛怒斗 呸 我要你保守秘密 还没出门 你就打算告诉利夫 警告你啊 要是走楼风生 我要你等命 陈果夫自知诗言 吐着舌头 连连说 是 是 是 蒋介石长叹一口气 自言道 哎呀 十二人 有三路之分 地上 水里 天上 看你从何处 抓手最为合适 陈果夫冷静了 不管从哪路下手 最重要的是 哎呀 一定要打入他的身边 呐 蒋介石轻轻轻机讽道 你这个屁还放得有点靠谱 说 打入身边之后怎么样 陈果夫得到表扬 来了劲 只要踏入他的身边 这就等于成功了 这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然后 这个人 无论是从食物里下毒 路上制造车祸 都可以轻而易举 蒋介石一脸冷峻地说 不许你随便找个对手 何况 他是大名鼎鼎的 杀人魔王戴笠 王雅桥 石亮才 张素林 等许多英雄好汉 都死在他的倒下 你CCC算个什么 凭他的精明 警觉和狡猾 天下又有几个是他的对手 你先去打听一下 看这家伙现在需要些什么 身边有些什么问题 一定要深夜来 明白吗 陈果夫走了两步 蒋介石又说 还有 哪天深夜来 要先通知我 不然 我就要睡觉了 记住了 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了 下去吧 一会儿宋美龄回来 说道 大灵 你刚刚好像是 看见陈果夫来了吧 是不是关于制裁戴笠的事 是的 当然也不诠释 还谈了当前国内存在的许多问题 其中主要是关于执行双十协定上的规定 撤销军统局 制裁的问题谈得怎么样了 是不是已经谈妥了 难也那么简单 陈果夫是个闹种 一谈制裁戴笠 就吓得浑身发抖 不敢答应 你别催了 让我想想再说 宋美龄嘟嘟着嘴 生气似的走进室内 一会儿又回来 披上自己的狐皮袍说 大灵 这件衣服很好 在哪弄的 蒋介石说 是上海圣老三 姨太太穿过的 后来被戴笠搞到手 被我要来了 那再给我找一件 我想送给罗斯福夫人阿里诺 阿里诺跟我可好了 让她在美国多多活动 替我们争取更多的枪炮弹药和美元 全世界就这一件 要舍得 你就送她吧 我没意见 宋美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一扭屁股走开了 几日后的一个深夜 陈果夫入报 两个人坐在书房里 紧关门窗 蒋介石按捺不住 先问道 我吩咐你的事又着乱了 没有 戴笠太精明了 我本来想收买她身边的 王汝翘 贾金男 可这些人 不是被戴笠打得头破血流 但是 对她忠心耿耿啊 可见戴笠恩惠并举的手段了得 我又想从厨子服务员着手 谁知戴笠 这一招 比主席你还周密 用了全都是江山县的老乡 哎呀 这个戴笠比老鼠还净 蒋介石不悦道 那你半夜来报什么 说着 哈气连连 想回去睡觉 陈果夫急了 忙到 不过 还是有戏可成的 听人说 他不满意 对他驾驶专机的 那个驾驶员 蒋介石历时倦意全消 眉毛一扬 很好啊 陈果夫苦着脸说 不过 这个漏洞并不大 你又不便在这个时候 硬塞给他一个驾驶员吧 蒋介石不悦道 你这一阵子 咱们老是畏少畏伟的 今年 你们在东北干掉张子夫 那股勇气是从哪来的 哼 你真会耍弹弓啊 一时二鸟 既可以让苏联阻挠我方 接受东北 又可以让张绝军他们 爱意吧 老实说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要不是 看在你打了苏联一下的份上 我是不一的 你们 干张子夫 有办法 对戴雨农就没了主意 你不清楚 张子夫 不让你涉足东北实验 戴力 却可以让你在全国都立不住脚吗 这番话 连骂待机 陈果夫 毫无退缩余力 硬着头皮 想着一阵 拍拍后脑勺说 好 我拼着这条老命吧 蒋介石把陈果夫 端详了一阵 笑道 呵呵 你满面红光 印堂发亮 做什么事都可以 你放心好了 一定成功 突然后退一步 第一陈说 我问你 你搞那么多年的学校 难道刘美的学生中 就没有一个是你的学生吗 没有一个少女阶级 可以攻你驱使的吗 陈果夫 拱着腰 一拍手掌道 有啊 有一个刘美的学生 是飞机驾驶员 不但 他一切费用 是我供给的 他在国内家眷 生活费用 也是我供给的 我不是想在他毕业 回国后 蒋介石集蒙问 在哪 大概快回来了 说不定已在途中了 你说戴力不满意 他飞机驾驶员 是为什么 这个 陈果夫一顿 听说不满意 他的年龄和相貌 年纪比较大一些 帮他开专机 已经好多年了 蒋介石 陈一闹 现在 只剩下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 用什么办法把这个刘美学生放在戴力身边 一定要和人分自然 千万不可勉强 露出破绽 第二个 这个人是死士 他肯吗 这个同归于尽的做法 你得好好布置 一点风声都不能透露 陈果夫边听边点头 还有 蒋介石说 从现在开始 那个会驾驶飞机的留学生 你要加倍的对他好 吃的 喝的 对他的后事要处理 妥的 到了一定时候 你可一次性给他一笔 够他全家人生活一辈子的钱 设法让他接受 懂吗 我懂 古人云 视为知己则死 当年 荆轲赐秦王就是这样 怀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强壮志 当他接受以后 可以多给他看一些瑕士的书 讲一些这类的故事给他听 陈果夫说 这倒不必 他读过史记 还有离骚 其中 他最欣赏 屈原的路漫漫 其修演戏 无将上下而求索 每去一个地方 都要铁鱼壁上 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我只要向他 表明戴笠是民族的败类 视为人民不齿的狗屎 保证他会万死不辞 嗯 不错 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热泄青年 还有一件事 我要提醒主席 越要是临近制裁他 那么 你就要越表现镇静 不要让他走所察觉 最好 你抓住他一点什么 打坐文长 寻学他的不满 这样可以麻痹他的警惕 嗯 这个不用你提醒 前些天 我去了趟北平 杜剑石 从天津赶来找我 极力说明 曹乳林 在北平沦陷期间 没有任何 伪政权的正面官职 不能负正面责任 结果 被戴笠关押 要求释放 我借着这一点 把戴笠狠狠的骂一顿 估计 到现在他还不舒服呢 陈果夫说 只要主席 这里做好了 我那边好办 好了 我不打扰了 还有什么吩咐的没有 没有了 明天 我要就撤销军统的事 开个碰头会 你也来参加 严毙 哈血连连 断断续续道 哦 那个 留学生的事情 这个消息 要及时汇报 次日 蒋介石在山洞关底 召集郑介民 唐纵 李时珍 三臣 一起研究 关于执行双十协定中 取消特务组织事宜 蒋介石故意装成 心情沉重的样子说 我很痛心 军统局 自成立以来 无论在抗日 还是反共方面 都做出了成绩 如果现在一旦取消 说着 他停顿下来 眼睛扫视全场 陈诚听到此处 首先站起来 正于说 蒋介石回首主旨 共产党 恨军统也倒罢了 说明怕他 可我万万讲不通的是 在我们内部 也有不少人恨军统 这些天 我的耳朵都起茧了 人们一个一个的 来搞代局长的状 我不要听 今天在会上 谁也不要说军统和代理的坏话 我们只讨论想个办法 把军统保留下来 蒋介石说必 众人面面相去 陈诚终于忍不住 又一次站起来 报告委员长 今天不怪你高兴不高兴 有句话 我是非输不可的 到底您刘军统 还是和代理这好人 有何用处啊 蒋介石被问住了 意识没答上来 陈诚顺势继续说 这帮人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十几支忠义旧克军 和一大批杂牌的军队呀 除了向政府要钱要粮 对老百姓敲诈勒索有能耐 真正上战场 还不如一个团的实力 这好人 怎么讨人喜欢啊 谁不恨之入国 还有军统局本部那里面 那些人一个个如狼似虎 凶残很多 动不动就暗杀 绑架 用刑 这又算什么 不知委员长有没有注意到 凡军统局里的人 每一个是好的 几乎将普天下的渣子 全都搜集到一块 共产党恨他们 先撇一遍不说 朝野内外 全国上下 有谁觉得军统 有一丁点好处 陈诚还没说完 李时珍也站了起来说 报告委员长 俗话说 秦贼先秦亡 军统之所以这样 罪魁祸首还是戴笠 事实上 这个社会上如今流传了一句话 说是如果按治罪 治罪的话 戴笠至少给枪毙一千字 李时珍尚未说完 陈果夫也站起来说 主席 既然大家一眼一致 何不趁此机会 将什么中义旧国军给撤了 给搅了戏 把军统解散了 眼见一个个群情激扬 只剩下唐纵 郑建民没有站起来说话 蒋介纸火了 拍着桌子骂道 方刺 还称不称体统 我说的是如何想办法 把军统保留下来 不是要你们骂戴笠 陈长官 李时珍骂戴笠就罢了 他们有结怨 可是 果夫兄 我想不通 你也跟着起火 你留下来 其余的人全都给我滚 我要问问你 到底是什么思想跟犹 在作怪 对不起 对不起